今天感谢老师 好 接下来胡夏 请出列 胡夏 你今天穿着裤子很特别 穿起来还习惯吗 还好啊 没有穿过 没穿过 但觉得还蛮舒服的 对啊 那今天好好唱啦 你的偶像是 张学友 你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听张学友演唱会 对 在哪里听的 在我们家那个就是南宁市的体育场 广西南宁体育场 对 然后那时候的感觉是 那时候感觉就是他太神奇了 很会唱啊 对 那时候我们就坐在最后面 但是拿望远镜就看着就很激动 很激动 因为我曾经就是听过他彩排 然后我们想要彩排 就是听听说对嘴还要彩排奇怪了 后来等他下来我们说 你对嘴干嘛彩排 他说我唱现场 可是我们现场的感觉就是说 怎么这么完美啊 听不到任何的瑕疵 甚至连呼吸 他都有一点自己谬掉的那种感觉 很厉害啦 那你好好来这个向张学友致敬 选唱的是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掌声鼓励不善 刚才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有想过自己会进到几分赛 就是那时候的目标就是 我们去台湾然后可以 努力地冲进前二十强 然后就很棒 我会把握好这两次最后两次的机会 在这个超级星达到的舞台上 然后争取今次组织赛 然后再去拿到第一名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男孩为了她 惹夜排队 半年的继续 买了门票一对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她是五岁 恋爱是风光明媚 男朋友背着她 送人玫瑰 她不听电话 也也听歌不睡 我唱的她心醉 我唱的她心醉 她三十三岁 真爱那么珍贵 年轻的女孩求她 让一让围 让男人决定跟谁 愿走高飞 谁在愿走高飞 我唱的她心醉 我唱的她心醉 她努力不让自己 看来很累 岁月在听我们唱 无怨无悔 在掌声里 唱到自己流泪 耶耶耶呵 唱到自己都美 它来听我的演唱会 在四十岁后 听歌的女人很美 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 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 他静静听着我们的延长回忆 谢谢 好 胡萨的演唱小林老师 我第一次看到你唱歌的时候有微笑 然后那个动作呢整个都比较放开一点 包括声音也放开了所以就破音了 但是这个破音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个时候 我跟小胖我们小胖老师我们两个看了一下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因为从以前一直听到你完美的要保持每一个深陷的美丽 那个很耕那个用力的那个部分 它慢慢没有了 所以这个破音我觉得虽然是不完美 可是很真实 因为我没有听到任何张学友的影子 你自己有你自己去听到你的偶像 它在诠释这个歌的感动在你的心中 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好的 Roger老师刚刚听歌的整首歌听下来的感觉 胡萨是一个真的很有天分的选手我觉得 她的条件非常好 她的声线她各方面 而且我觉得她听歌的 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 你听歌你也有你自己听歌的方法应该是 那所以你会听到跟别人在歌曲里面不一样的感觉 那然后你把它唱出来 我觉得今天这个歌诚如刚刚小林讲的 我觉得你除了你把你的优点表现出来以外 还有最大的好最大的进步就是 是你整个人比以前放松 那在台上一旦不撑的时候 其实很多表演就会动人 那那个你就是你 你一定要试着让自己再往这个方面去突破 那这个就跟个性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把你台下私底下活泼的那一面 你尽量带到台上来 那不是叫你在肢体上面去表现 而是在唱歌的态度上面 你让你自己唱歌的态度更活泼的时候 你的可塑性就会更强 那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跨出了 其实很大的一步 对 在我们听起来 对 所以胡夏 以后你唱歌都要穿这条裤子 好放松哦 整个状态不一样 马上看胡夏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胡夏的演唱得到个分 下段节目 黄玉善改编指定曲 评审意见大不同 要你演唱这个追梦人 是希望你唱着原本的那个编曲的感觉 你居然把它编得乱七八糟的 副歌直接升Key没有任何杀影 哇 这个真的是绝对音感 所以这点真的很厉害 评审意见严重分析 跪决多边的战况 片刻都不容错过 很简单 跟着走 快点 好恐怖哦 虽然我的肢体很僵硬 但是我不怕丢脸 勇于尝试 尽力做好每一次的演出 我是边品线 我在超级星光 马上看胡夏的分数 请评审按灯 胡夏的演唱得到个分数是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分 好 你为什么松了 为什么不像前几次那么紧张呢 我是想说最后没有几次比赛了 我是想要争取进入总决赛 然后 我是想要放松地唱歌 还是少帅也跟你讲了一些活话 没有 我没有问他 我问他我就错了 OK 所以其实继续好好表现啦 这么多胡太太都在这里支持你 好啦 掌声鼓励胡夏 谢谢 谢谢桃姐 谢谢老师 我觉得没有昨天彩排那么好 就是一些音的完美 就是一些音 PG或者说是在过瘾什么的 我是觉得没有昨天彩排的 那么的没有失误 但是今天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会觉得真正是那种感情进去了 是有一些小的细节 不是那么的完美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自己也唱得很开心 胡夏顺利拿下二十分 与三帅御膳共同居于领先 杜花锦能超越他们 一人独占王座吗